第16题,如右图所示,小滑使用相同长度的支架,施力F1将重物等数推到货物的顶端,施力做工为W1,隔天在施力F2将相同重物等数推到更高货物的顶端,施力做工为W2,则两次施力与做工大小,下列合者正确,我们要让它等数的往上推,我们的施力要等于下滑分力, 第一个有工事想,下滑分力的大小是高长比乘以物重,那我们是同样的支架,高斜边长是一样的,那么F1的高比较低,F2的高比较大,所以F2的势力要比较大,F1的势力比较小,或者按照老师上课所提示过的,斜面如果越平越省力,斜面如果越陡就越费力,所以F1比较省力,F2比较费力,F1会小于F2, 接着我们看到做工,做工等于能量的变化,这题往上推,增加的是位能,相同的东西,我们如果高度越高,位能就会越大,那么我们F2,第二天F2的势力推的比较高,所以它增加的位能比较多,所以它的做工就比较大,所以W2会大于W1, 因此第16题问我们说,则两次势力与做工的大小何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择是B,F1小于F2,W1小于W2。